请讲师讲解 佛性不属于无畏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 佛性我们在凡尘的这个讲法 因为凡尘我们都是有为 有所作为 就是我们有策划 有计划 有所作为 那个是有为法 因为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 如入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所以我们就 我们跟这个有为相对 说无为 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无为是对有为说的 就像张卓悟道记 有没有说那盘生死等空话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生死 然后我们追求那盘 然后要了解到 完成的生死跟所追求的那盘 它是相对 相对的 所以两个 生死跟那盘两个 平等空中的话 都是假的 我们了解说有为法 然后立一个无为法 来我们追求 我们追求无为法 那我们要了解 这个是依赖有为立的名字 有为跟无为两个对立 所以它这个无为 这个无为跟有为就变成平等 是一样 它也是 虽然说名字叫无为 可是它也是在 在反尘相对法里面 那我们假如说真正的进入了我们的佛性本体 那个连那个无为我们也跑掉了 没有无为 所以有为无为都平等 是空中的话都不实际的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看我们所那个讲 所知道的那个状态 那个无为是什么状态 假如说我们八世 然后呈四字 那个就讲说 这个庙观察制 见非公 就是见非有为公用 那个就已经 是见到佛性的本体 所以那个 可以说 它是超越我们两个相对的 超越相对的 因为相对 它意思 有为跟无为 两个是一样 两边 那你要取忠道 忠道就把有为无为全部抛掉 那个才是我们不生不昧佛性本体